女儿超失控!皇家千女儿在颁奖典礼拿麦发出怪声蹦蹦跳跳她健壮超机智反应被网友赞翻了。 皇家千与夏克利结婚后生下女儿夏天,夏天的个性能动能静,也许是身为新二代慢慢习惯了美光灯,让夏天不再这么害怕尽头。 在马来西亚曾经举办一场颁奖典礼,皇家千带着女儿为当天的嘉宾以前出国都是皇家千独自艺人,这次带着女儿同行也惹出不少好笑的事。 影片中主办单位特地请翻译办成夏天喜欢的冰雪奇缘里的噩噩色,没想到从这开始,让夏天整个完全兴奋是空不断在红毯上问贝儿公主呢? 小美人鱼呢?其他公主在哪里?让皇家千伤透脑筋,一开始夏天都表现有点害羞,甚至会躲到皇家千的背后,但很快她就习惯了现场环境,开始展现她活泼的一面。 皇家千在台上致辞时,夏天及L色站在旁边,夏天还抢麦喊着开心三遍,让皇家千无奈地说看来她真的是很兴奋,还强调了三次,接着夏天又静不下来的去捡地上的材质,甚至在台上乱跑躲起来,不断地中断皇家千讲话,相当的调皮可爱。 不过皇家千整场都笑容难面,甚至说不好意思,小朋友比较忙一点,下次像这样的颁奖典礼,记得不要找我女儿,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让不少人都笑了出来,网友也大赞皇家千的反应,其实私下皇家千坦诚是一位虎妈,都会告诉夏天怎么样才是一位忍忍耐的公主,非常花心思,在教育上认为孩子调皮是正常的,但若是错得离谱就要告知,才不会养成不好的习惯。 哈哈哈哈夏天好可爱,整个超舞里头的果然孩子就是单纯又天真呀。